40度才开空调 只能开到30度 孙丽的养生真的有效吗 我是一个中医脑残粉 你没听错 这就是孙丽的养生方式 是不是很离谱 有了圈其他明星的养生方式 也千奇百怪 跟小方一起聊聊 明星无效养生那些事吧 孙丽不爱开空调这事 将近坑的邓超 胸闷气短 和她合作过的逻辑也深有体会 很厉害啊 就是那么热的天不开空调 除此之外吗 还有小众的养生吧 孙丽每逢24节气 必发微博营远 建议大家泡饺 因为这个还被大家称为泡饺娘娘 除了泡饺 孙丽每逢春一十五 还必须吃素 而且蔬菜一定要吃当季的 还特意买了蔬对照着吃 我最重要还是要吃应季的菜 所以我还专门买了一本书 转门是关于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就是应季的菜 当季菜会有哪些 要说一开始 大家对孙丽的养生方式 还是很捧场的 毕竟明星们都保养友方 但是几年下来 小方发现 孙丽就是在无效养生 从玩家到理想之潮 还有孙丽出席活动时来看 孙丽的颜值 肉眼可见的下降 眼秃 浮肿 状态很差 女生男相脸也越来越严重 不少网友吐槽孙丽和甄嬛是两个人 孙丽今年刚好40岁 未必同年龄女星 她的状态的确差了很多 孙丽还带着邓超和儿女一起养生 邓超时不时要吐槽一下 有一天我会跟她说 你养生那么好 我说你年年益寿 我说你会孤独 有这么受吗 现在两个孩子都是养生小能手 最长个儿最长身体的是什么 白天呢 运动 要在哪里运动 下太阳 所以身体有点上火 外外经常会给你吃什么水果 这就是耳濡目染吗 海青也是养生大军中的一员 她养生已经到一种神叨叨的地步 之前海青上向往的生活时候 在西双版纳的高温天气里 不喝冰水喝热水 还让人烤火 这个天可以烤火 烤烤后背 妈呀 光是想想就热 觉得绿豆汤太寒 牛奶也太寒 依负老中医的模样 难怪被黄磊调侃为 外号叫海大夫 给每个嘉宾看舌苔 分析身体好坏 给我看看 有点寒有点痣 师傅 你真好 你好好 好假货 连狗的舌苔都不放过 这个舌苔真好 这是我见过最好的舌苔 海青经常发一些关于养生的内容 不过呢 咱们看看就好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适合明星 不一定适合咱们 周旋也特别喜欢养生 上向往的生活时候 说自己曾经早上五点半起来练功 然后早上五点半起来练功 我大概过了有半年这样的日子吧 其实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在节目里 周迅除了早上起来也在各种锻炼 锻炼之前必拉伸 还有把手搓热了 胡脸 让皮肤变紧致 泡姜片咖啡喝等养生方式 周迅还热衷于研究中医 自己调理自己的身体 我比较喜欢看中医方面的东西 穴位啊 种草药啊 对 我觉得人需要了解你自己是怎么构成的 但是中医呢 比较复杂深哦 咱们科学养生 最好还是听医生的 可别自己瞎搞 之前芒果台的综艺 我家那闺女脸 无心也特别爱养生 每天起床和睡前 吃各种保健药品 一大把一大把的保健药品 往嘴里塞 真是惊到小方了 光吃药都吃饱了 是药三分毒 无心因为过量服用保健品 造成了肝损伤 别乱吃保健你 肝损伤呀 这种无效养生 真是伤害身体 无心也特别喜欢泡饺 还是用药包泡饺 关键是 无心半夜12点后还不睡觉 这种边熬夜边养生的方式 有什么意义呢 张静初之前 因为在微博上面 倡导大家吃素 被骂惨了 吃荤吃素是个人选择 他被骂是因为表里不一 明明自己以前狂炫肉食 现在是让大家别吃饶 还认为吃素的人更高贵 我们人是有主动权的 这是我觉得 生而为人最高贵 也是最卓越的地方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选择 用我们的主动权去保护 或者去关爱别的生 张静初还表示 自己已经不吃牛肉20年了 大概在20年前吧 我就已经不吃牛肉了 却被拔出 2013年还去吃过牛肉 除了让大家吃素 张静初经常分享他的运动心得 说自己吃草一年半 还练出了一身剑子肉 啊 这 咱就说 小方这种社畜 要是天天吃素 还去健身房 连最基本的营养都不能保障 一个月之后 连人带盒五斤重吧 当时在张静初的吃素 倡导微博下 就有桃红的身影 他也是一位养生达人 为了让大家吃素 还发出了这种窒息言论 那你觉得那些动物 如果它有吃的话 它愿意被你吃掉吗 那植物也是有生命的 你有问过 他们愿意被你吃掉吗 桃红在网上倡导大家吃素 但是看看他老公徐章 那油桶满面的样子 像是吃素的嘛 而且提倡吃素的桃红 一脸老太看着特别疲惫 桃红因为倡导大家吃素 也被吐槽 毕竟作为公众人物 说话要更谨慎 不能把自己的生活方式 强加给别人 娱乐圈里喜欢养生和吃素的明星 也不少 刘德华 曾里等明星都爱吃素 而且坚持了非常多年 但明星虽然吃素 人家还有其他各种营养摄入 咱们普通人做到适量运动 荤素搭配就OK了 可不要照学哟 我是小方 下期见啦